别骂国族了,国际排名提高一位落后于这几个你可能没听过的国家国际族联,官方,公布了最新一期男族国家队排名,中国队排名上升一位,总排名列第75位,在亚族联内部依然排名第7,不过落后叙利亚队仅有3分,在本期积分时段中,中国队热身赛获得了一升一平的不败战绩,包括0比0战平印度,2比0击败叙利亚。 结束了此前热身赛连续三场不胜,且零进球的尴尬,不过由于两个对手的世界排名都不高,所以中国队虽然一升一平,但只增加了4个积分,达到了1317分,排名从第76上升到第75,叙利亚比中国队高一位。 亚洲方面,伊朗队排名第一,澳大利亚日本,韩国,沙特,叙利亚前六,中国队第七,11月份,中国队将和巴勒斯坦,土库曼斯坦热身,前者总排名第99,后者第128,在比中国队排名还高的球队中,有一些球迷可能不太熟悉的国家, 比如第68的佛德角群岛,第70的萨尔瓦多,第57的普吉纳法索的。